63岁赵雅芝上腰室,注意台下72岁黄锦身的眼神,王佑神评论亮了。 近日,赵雅芝携自己31岁的儿子黄凯杰,登上了仰视大型和佳欢真人秀综艺节目《欢乐中国人的舞台》,讲述了一个80多岁老奶奶的励志人生故事,获得网友的一片点赞。 赵雅芝20岁就进入香港演艺圈,平级和荧幕情侣郑少秋搭档出演的《楚留香》,以及和顶替郑少秋的周润发一起出演的《上海滩》一句成名,成为港台内地冉冉生气的叫楚花旦,名气直笔当年的TVB一姐汪明泉。 在后来,在经过了80年代的短暂沉寂之后,又迅速评级《精华烟云》、《细说乾隆》等当年的大热剧,重新开始俘获两岸三地观众的喜爱,而真正令它无人不知,无缘不小,红了几十年的,却是和叶童一起主演的神话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该剧可以媲美央视吧《西游记》,在80后心目中留下了《西游记》。 她的一个难以动摇的美好回忆。 虽然赵亚之如今已是63岁的花甲真灵,但在很多人心中,她仍然是当年那个先气满满,美丽动人的白素贞。 在欢乐中国人节目现场 她一上台 台下李晨和萨贝宁都惊呼女神来了 而有些人注意到 镜头还给到了台下她72岁的丈夫黄锦身 她在台下默默地为自己的夫人鼓掌 眼神中充满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爱慕 由网友借用时下流行的林俊杰一句歌词评论 确认过眼神 他俩遇见了对的人 喜欢赵雅芝的网友 欢迎评论和转发 更多精彩敬关注光明年代